其实老主要领述了 实有三 对那个要念有 不能念有 实有三 生之土 实有三 死之土 人之身 冗之死地 亦实有三 那个冗化全 各位如果您念有 实有三 那就是实三 各位实有三 那就是实分之三 请到老子的处讯 只是他谈到 只是他谈到实分之九 对不对 还有实分之一 就没有谈到 各位国民就不要感生 这么坑求老子 各位 实有三 他的意思就是说 懂得生存的人 身之土就是懂得生存的人 各位 懂得生存的人 有三分之一的 直接解释三分之一 懂得生存的人 有三分之一的 死之土 他听到 走到死胡桶 走到死地 这种共民共民 那是有三分之一的 那各位 你感觉上 就好像只有这两种人 没有 还有一种人 什么人呢 还有一种人 人之身 这个人 他一直想要什么 求生存 但是很可疑 很可疑 他们缓唐 交入死地 他想求生存 反而走入死地 第二个人 也有三分之一 我现在做调查 你是哪三分之一的人 对我在调查 调查 你是生之土 这本棘手 这本棘手 各位 你说不投票表决 对不对 那我等一下怎么 透过选局呢 各位 那你先说一看 这择文之餐 讲的呢 是有智慧的 各位讲的就是有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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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讲的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从小就知道他的 智慧 对不对 就像通老夫子 十六五地之一学 很小就知道他的 方向 那有的人呢 是长大之后 才知道他的方向 那有的到呢 对不对 过半百 才知道他的方向 那有的人呢 我常常而挺地聊 才知道他的方向 那有的人 进入棺材 还不知道他的方向 那各位 我很坦白这样一点点 你已经知道 你 人生的方向了吗 人生的方向 到底摆哪里 你已经知道了吗 好 假设你已经知道了 记得我要问你第二个问题 好 今天问你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来 问你第二个问题 对不对 诶 注意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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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 那赞不赞成 你下下变子还有什么 赞成 那你下变子要做什么 那下下变子就不用问了 因为下变子都不知道 你下下变子就不要问了 那你问我好不好 那你问快点 教书 教书 生生世世教书 简单吧 没有跟你开玩笑 你下变子要去哪里 各位 你怎么知道下变子就不要回去 哦对 我知道我下变子还要在教书 你觉得很冲向吗 没有很冲向 简单这么讲 你等一下要做什么 是我强迫来和你决定的 一样的道理 下变子是我决定的 哦对啊 对啊 所以我回去想 哈哈哈哈 所以哥 你清楚你的人生吗 那你人生就只只只只只一生 这种生意的规划就很清 这种生意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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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规划 我以后没办法规划 所以主位 所以好好的体育吧 各位好好的体育吧 让你自己真的很清楚 清楚到处很清楚吧 那所以你 如果我们已经很清楚 各位我恭喜你 如果你不清楚 请你呢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为这个问题呢 就是你引主的救心 这个问题是你的根塔 各位 引药的方向你怎么走 各位 引药很清楚 这个方向啊 所以 各位 上一个 各位 我们今天 来听道德经 讲的 是你生命的问题 而且讲的 不是天命的问题 讲的呢 也就是 只有现在的问题 你要谈啊 就谈到究竟 那个问题 所以各位 所以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笑话 各位 如果是一种笑话 有没有 对不对 那你就是笑话 最好笑的一朵花 这个方向你 死之徒 死有三 各位 这个人是完全一种智慧的 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让自己走入死地 诸位 不敢做 明眼做 对不对 做下去呢 你的结果会怎么样 对不对 你就拼拼选择这样 来用 诸位 对人家打架 有什么好结果 对人家相骂 有什么好结果 对不对 互相彼此错爱 有什么好结果 对 对 对中间的疾病 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产生这个 彼此的激动怀疑 有什么好结果 对 我们这边先是一个人 有什么好结果 所以你说 有什么好结果 那你家伙有什么好结果 你最后有什么好结果 你说 天天要这样 那诸位 那你不去先到啊 你知道 都把自己 推入死不房子地吗 那难道你就会到啊 啊 各位诸位 你我智慧啊 你不能释怀 你没有智慧 我说实在的 你永远在这中 你就撞不出来 你就撞不出来 这样的人呢 各位 有三分之一 所以每天呢 多许有人什么 嗯 有很多人都很勇敢 我只敢呼吸空气 他都呼吸瓦斯 各位他很勇敢 哎哎哎哎哎 这个走完啦 我不如他 那各位 你叫我跑 跑到三楼 看我的脚就会晃 他竟然敢从三次楼跳下来 我也不如他 各位我也不如他 那各位 我这个人走在路上 那不如他 所以你骗子 那些人 他就在路上 所以你骗子 我骗子 我就是两天赶紧 你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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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动作不快 你骗子 我骗子 所以我最不动 在这一开始 打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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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明天会是会很难看 那各位 你厚大 我没有厚 你的厚就那么厚 厚大包天 对 各位 所以 这个概念是个很简单的概念 我不要把自己 推向死地 那如何 才能说不把自己推向死地呢 送多一八个人 诸恶莫说 送不上奉行 你就不会把自己推向死地了 那你说什么 出外接住 我动脏不行 我看你的 早晚快乐 你的仇人会一来一来说 你就等着看他 所以一个智慧的人 对 是这样的 但是偏偏就是有一些人 就是什么 对 没有智慧 在寡气前 没有智慧 要笑死 对 主要气货 要笑死 对 各位 气货就这样 气货就像一针鸟 一针鸟 对 一针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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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 我有气货 笑死的人 哈哈哈哈 他真的是有不好笑的 好 各位 你们只有气货 各位 以后有气货的人 就形容他 有一只鸟很强壮 看方水运强 就一直坐 好 真的 不得了 那一针鸟 那一针鸟 那一针鸟叫做阿鸟 对 对 各位 难道这有这么简单的道理 难道我们会不懂吗 对 对 各位 你在深气的时候 不能讲话 你把它睡着 你还在买来 你能说这句话 好 我跟那一针鸟 你会在那一针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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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浪上旁边还待着游浪狗 那比较薄影为养的 所以各位 不要讲这个话 这个话呢 这边 当人当劫 那各位 那这两种人我们已经清楚了 第三种人也很奇怪 怎么没有第三种人呢 有 就是有第三种人 他本来呢 叫求生存 但是温然呢 变成死地 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动 所以那个动就是什么 那个动就是隐磨 就是隐磨 所以 所以那个动呢 就是躁动 一定是说 他 他 没有办法 心平气和 他的内心很急躁 要让自己那么的真存 幻然的调动死地 因为这些要怎么解释呢 对 这些要怎么解释呢 你看 下面就知道了 下面就解释了 故何故 以其身身之后 后化解 这个讲的就是 这两个人 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 第二个人 他患着毛病 什么毛病 身身 因为这个 一个 该主人 一个身 就是求生存 身身的意思 就是 即以求生存 这个人 有一个很严重的毛病 之后 就在看中 看中什么 看中自己的身体 他以看中自己的身体 各位啊 现在问题来了 他以看中自己的身体 缓受其害 各位 这个跟你的概念 实在是有什么不太一样 所以 对我现在正式来分析了 请大家注意听 你不要加入这个陷阱 各位 因为我们第五十章 讲的是什么 养生之道 所以 你有看到我的标题 真正的养生之道 是养其心 不是养其身 这个人 这个人 他不懂 养其心 凭哪里可以看得出 他不懂 养其心 凭哪个字 有看到 他的心 他的心根本就能够养其心 各位 一个真正的养生之道的人 他一定先养其心 让自己的心清静 让自己的欲望减低 对 他 对精神饱满 他的身体自然 这个修变影响 但是呢 却不懂 这种真正的养生 就是什么 他把养生果然 果然养在哪里 他把养生果然养在这里 他把养生果然养在这里 咱也太水果 我就要吃 吃我的咖 那各位 因为阿弥陀佛那太多了 我会讲常情论 所以我们现在在养生之道 我们一般人错误的观念 养生之道可以在养这个 所以老虎跟你讲 你的错误的观念 会让你养到最后缓错的 其害 你这个不叫养生 你叫他养死 知道吗 举例说明 开始举例说明 各位想到你竟然生气 知道吗 我都算你养生 各位从古至今 古时候有很多的同帝 我常常听一些道士练丹 有没有 他就是为了呢 让自己的身体又强壮又长寿 结果他乱吃 有没有 东练西练 练出了个白草丹 很多黄帝呢 很多黄帝呢 就在乱吃了嘛 吃死了 不是千宗主 就是狗宗主 各位 只要认单 从古时候就有了 那各位那你不用笑 现在的人啊 吃死了 就感觉 坐坐坐 那你是不是在拨火坐的啊 各位 你只能看到 吃草 要放一条瓜 对 拨花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躲在了一天 当然在躲 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躲 走 走啊 讲给生懂啊 所以从小时候就开始躲 啊 各位 我看我从小时候 啊 我是没有怎么躲 但常常不小心 看到我姐姐在吃 或觉得我妈妈很偏心 也就是说将近都喝到四无汤 哈哈哈哈 啊 我记得小时候 这个有一次我妈妈那个炒那个蛋 嗯 像那个 嗯 像那个 那种 高蘸糖 有点酒 甜甜的 有没有 我姐姐在吃 我说我要吃 她说不行 那是你还是吃的 是真的吗 哈哈 是不是真的啊 是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各位 你慢慢跟你说过 好 你不给我吃 那我就什么 我就偷吃 哈哈哈哈 所以小时候啊 对 到那个医院 到诊所去看病 都不是那个药碗 药水 都是那个吗 对 药水 对不对 嗯 所以你吃了我姐姐感冒 她的药水都是我喝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乱喝 真的吗 反正是什么喝 你知道 然后是舔着我就喝 啊 啊 所以我替他干 反正是舔着就乱喝了 所以有一次不小心就喝到胡桃酒 就睡在那里吐 哈哈哈哈 我以后都不敢喝酒 就是这样 但是各位 但是你不用笑 对不对 一说 你现在啊 就是一直在吃毒 一直吃毒 一直吃毒 各位 真的 真的是身体让你面黄激瘦吗 真的是身体呢 让你看起来万一不良吗 真的是 真的是身体 看你呢 对不对 让你看起来没有精神吗 所以啊奉献是为人父母 你怎么说啊 你的子女从外记回来 就一直在进去 那里的黑骨骨骨骨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要吃黑骨骨吗 哈哈 各位真的不是这样 今天你要为你的子女啊 进步 就是要帮他开心 这不这道你就笑 我怎么不知道 对啰 这道你肯定你就败了 对 你不是要听败吗 眼睛我们这里服 这就是真正的 恶生不上 心呢 亏呀 打都亏 但为什么叫做心宽体操 当然这句话不是真理 你知道吗 你看一些修行人 这么受受的 对 跟哪是新观的一些体大 所以各位 好 那你说 我们感恩人知道 难道就只有吃吗 所以也 所以现在外面 还流行很多的什么 东方 无论是气宗 什么宗 拳术 什么拳 甚至 游戏舞蹈 什么游戏舞蹈 对 牵牙尾 这两个拳击 怎么 那各位 这一天一天在 叮鬼叮鬼 不好意思 你们也要来教人 不好意思 叮鬼叮鬼 因为你已经把养生错认这个概念 就是一直在什么 养生就是你的身体 然后你把所有的概念都集中在你的身体 如果让你的身体健康 但是各位 你自己也知道啊 你身体有百分之九十是因为心理的因素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但你却从来不从心理因素 自己拿着花光来研究 所以各位 各位我们今天来谈到什么 今天就会有这个问题 你去把所有的时间都投研究 对你的身体 这叫养生吗 好 各位 如果你是这样养生的话 你缓受其害 为什么缓受其害呢 第一 你违反自然 对你的违反自然呢 你的身体怎么吸收 他一定是怎么怎么吸收的 你吃太多 有没有 反受其害 各位 运动 过度叫运动伤害 各位 气功 自然的呼吸就是好气功 你知道吗 难道还有什么功 你不知道自然的呼吸就是好气功吗 各位难道你可以拿去科医 科医去控制你的呼吸吗 难道 然后将你的呼吸想要什么 想要小勾天 大勾天 然后打中 任督二脉 那各位 难道可以这样子吗 这个 这个跟道德正讲的有一样吗 你 你做这些动作 完全不会完之 自然 这是你做的 所以我来给你看起来 对啊 不是叫你不要运动 而是跟你讲过这个 运动就是自然的运动 但是两个是爱心 他运动自然的运动 他不要以为说呢 学这个运动 你就可以长运百岁 你也不要欺贼你自己 各位 如果我们平常不花钱运动 那就算了 有没有 然后平常运动又不在乱争 各位 你学东西 接什么过法 你最好不在乱争 反而连事知道吗 不要太乱争了 你太乱争了 跟你身体都受到伤害 不认真很好 这点 就鼓励你不用太乱争了 我就这个讲坂坏哦 各位 还有什么疯狂啊 好好的上路吧 好的走路吧 活着就是要送 送来送去 活着问人家服务 少少地 你的勾都不用练了 知道吗 整个是最好的勾 什么勾? 义勾 所以你是未来的 所以你要去体察到说 这个是违反你自然的 所以你要去明白 那冻死呢 冻死你去运动或怎么样的 要去体一定要适足 一定要适足 所以这就是老子所讲的 你看你自动你的身体 或者你要做不到两次 所以老子用这句话来形容 他就讲说 在为善设身者 这个设身就是养生 就是善于养生的人 所以善于养生的人 记得大家去看 入行不义 是否 入行不义 入行不义 假因 简单说的 你平常在走路 不会一道西牛跟老虎 对不对 你不要叫武松知道吗 一天到来讲什么 对不对 去打虎 对 你是武松吗 武松咋的那只猫 武松不一定是猫 然后呢 对戴心打仗 不被兵器受伤 所以这是形容什么 这是形容说一个智慧的 他不会让自己 对不对 自知死地 明知三有辅天相的老 辅三行 不会是这个样子 真有批 有智慧的人 都能够避开 那些什么 那些死地 所以怎么样的 所以 事无所托其调 不如所托其抓 因无所容其认 也就是说不会被牛条索散 不会被老虎的 这个人好 绑子抓到 也不为兵器呢 这类的 所执 所以他做一个提论 他做一个提论 不如何故 为什么 为什么 他可以这个样子 答案很简单 画起来 以其无死地 简单这么讲 他自己呢 不会制造什么 死地的原因 他不会制造一个机会 这就是老君所约的 破乎无门 为人制造的 他自己不会惹来 这些事情 所以各位 所以第三个提论 就是说什么 有智跟没有智 所以你有智慧的人 你才能够真正知道 什么真正知道 没有智慧的人呢 人生呢 总是呢 他走入到这种死不同 那不知道各位 你真的学会这个智慧了 好 再进题目吧 再来看到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一章 道之生 得序之 物行之 事成之 是以万物 莫不尊道而贵德 所以尊道画起来 贵德画起来 各位尊道这两个字 熟不熟悉 熟不熟悉 为什么熟悉 上面 下次去看上面 所以尊道两个字 大底下 虾底下又要全色 尊道 所以虾这两句 照着达中 我会变成熟悉 得进来 所以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要尊道呢 接着看 解释 哦 照生之 得序之 各位简单这么讲 天地 天地 在什么 天地 生我们 也在 仰益我们 物行之 我们今天有这个形体 才就是需要靠这些万物 怎么样 如果没有这些万物 对不对 一切万物 今天吃什么 穿什么 喝什么 所以你可以 对不对 不谢天 不谢天 不谢天就是包括谢地 但是谢灵 但是谢灵 就没有包括天地 所以我们应该去感恩呢 感恩我们古人讲到天 事实上天的概念叫做道 这叫做天道 天道的概念 自成之 这是一种自然的什么 趋势 而形成的 一切的万物 或是按照这样的趋势 而形成的 所以怎样的 自以万物 莫不尊道 而贵得 对 前面就是讲万物 万物它对我们的恩情 对不对 万物这样的对 把这个天地 这样的对待 给所有的一切的万物 对 尤其是我们人类 那难道 难道你可以拿对不尊重大道吗 所以这样怎么 就这样说 难道我们人 对不对 不懂得尊重父母吗 那你以为尊重父母就够了吗 难道你不需要有外兄弟子命吗 难道你不需要对朋友 对不对 有所信义吗 所以各位 所以你应该尊重大道 所以我们归咎其言 你都要尊重 那各位 那你再仔细分析一下 所有的一切都在成就你 所以你一旦尊敬每个人 各位我们今天 你要知道 你今天不可能一个人就可以 没有其他人 针对你 或你不请你上 为什么 因为我不敢上 你也不敢听 你应该要家教 对不对 你一个人 没有人来 你可以上个尘 你上个尘 对不对 没有福祉王 你上个尘 你说不要 如果我们到荣树下 没有荣树下 你站在那边上个尘 也需要荣树 那时候不需要荣树 对不对 如果荣树下面在土地 你要 你要站在那边上个 因为你告诉我 哪个不用感恩 对不对 左边要感恩的就是这个马头 我每些都信用 假如我来他们就感到信用 所以以后妙妙团的时候 我跟他讲什么 感恩 在那边马头 太感恩了 巴 所以各位 按照这样的道理来推 哪一个不感恩 哪一个不尊重 我们有什么好知道的 那不是很好笑 所以不应该这种干 不应该这种概念的人 就是一个无知的人 就是一个无知的人 而对的人 各位 大帝对我们的 这种的德行 事实上 太什么 太尊贵 太可贵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珍惜 所以各位 不要不懂 别人对你的抱负 不要不懂别人对你的关心 如果不明白这种概念 你的心中只有恨 其他事没有意义的 所以 结果在引申 道之尊 德之棍 夫 莫 莫 莫之命而常自然 这句好话起来 莫之命而常自然 简单 简单 道德的尊贵 各位 大道 大道最伟大的德恨在哪里 在于什么 各位 莫之命 各位 莫之命就是不要去命令别 不要去求祷 不要去扣自己 儿子要什么 儿子要让一切万物有没有 是呀 你看到了吗 那各位 你不得道德已经唱到第五十一章 一章前那里 要不要有道德心 教你孩子可举手 诶 之前我还不敢当问 对 之前哈 你听起来问我两可 输光啊 最好的将就不要家 我还把他举手 你这些公子 各位 我今天里面讲的这么看白 你这个父母亲 这么辛苦 为什么让你的孩子 这么对你不尊重 你有什么好方案的 结果你不知道原因 你都知道 prompted 方案要受能力 是很少 这个 所以讲 你刚才 假车 考虑得多些 我就不知道 但以前 我也不知道 你只看这么多 你未来 你还没有意义 各位 你没有意义 我根本身 kupếu så hahaha 我 nod 你自己学习 你有智慧不就得了吗 你一定有让人家不尊重的地方 你一定有让人家不尊重的地方 你这样对你不好 你一定有让人家值得对你不孝的地方 各位 你听到好的心 这一句话 各位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的孩子一直见你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不快乐 就是这个地方 只要一个人在一起觉得不快乐 让一个人来就是凶手 所以你现在跟谁不快乐 你可以让人家不快乐吗 可以吗 各位 你可以带给人家不快乐吗 你可以带给你任何家人不快乐吗 你可以带给任何一个人不快乐吗 你可以吗 所以各位 当你带给别人不快乐 你不简单 你还在对他 你还在对他 你想带别人家不快乐 你都不知道 所以各位 当你看到我在想自己 就是你给我不快乐 那我去什么 我很好去的 各位 如果你明白了这样的概念 请你思考一下 你能够带给你任何一个快乐 你能够带给你持你的快乐 你能够带给你双心 或是你同事 你周周的朋友不快乐 若是有你能被人家带着忏悔 你能够带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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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带给你不快乐 所以各位 所以你不要不快乐 你一定有所作为 各位 你一定有所作为 你一定是有所掌握 有所要求 有所限制 所以别人才会不快乐 不然怎么会不快乐 那不会 你依让一个人很自由 他会不快乐吗 各位 我从来都不会跟月亮相骂的 你们会跟月亮相骂的 举手 你们在够带到学年中 搞自己有哪个笑 那只会跟月亮相骂 月亮从来没有代表不快乐 没有啊 为什么 什么印象从来啊 对不对 不管我 却照亮了我 你看啊 不管我却照亮了我们 你看 多伟大 你看什么 管我 又拿锅子包盖起来 那是不是 所以 人跟人之间自然才快乐 所以我知道我不理也不快乐 我很忏悔 你知道吗 我问你了 你会不会快乐 所以我忏悔了 所以 以后都不要问 你知道吗 以后我们就不要问 我也不想问 我也不想问你了 你也不要问我 你知道吗 你跟我问我很快乐 你又不要问我了 那 所以耶稣的父母 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你今天还不会叫孩子吗 我知道说 师父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我还是有疑惑 他不教你 不教 他越坏我怎么办 我当然知道 我当然你知道 你要这样讲 所以 他为什么会不会越坏 因为你不值得 值得你孩子尊重 如果你值得你孩子尊重 如果你值得你孩子尊重 你孩子会多坏 很难 很难 所以 在这里有时候 你自己观察你自己说 我并没有怎么样 我也是借尽经历 为什么我还不去尊重 主委 再来观察不够入围 你平常的讲话 你平常的得备的态度 你平常的眼神 你平常跟别人跟家人互动 你已经让他看在那里 所以他对你不尊重 你知道吗 所以各位 这个问题 叫各位父母你们去教吧 你说说你太晚了 我孩子已经对我不尊重了 那没有关系 有没有 那就对别人尊重吧 对不对 也就对你不尊重你的孩子尊重吧 看有一天他又什么 回归来再尊重你 你自己还要去学习 不尊重 不尊要令他善 对不对 不信要让他信 哎呀 所以各位 所以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关键 只要我们谈跟人去关心 都尊重你 就好了 自然 你就好了 我去体会 怎么卡爱奇 怎么什么 你说 你不懂这两个 做你怎么结婚 怎么跟你讲 怎么跟你讲 怎么好诚 对不对 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 各位 就像说 你跟一个 就像你跟一个 幽远推销 那个一样 各位 他都推药 你跟他推销 你的技巧难道 他不知道 所以各位 你需要任何技巧吗 不需要 自然 自然 自然不同 找参念主 听说他 做得很不错 故道分之 得续之 先来解释 就是说 大道的得恨 怎么样去招养我们 所以他分成六个阶段 六个步骤 六个步骤 所以六个步骤 里面画起来 长之 欲之 情之 独之 养之 富之 六个阶段 也就是说 我们在大道的克服之下 这样的什么 第一个阶段 生长 第二个阶段 花育 第三个阶段 亭品 毅力 长大人 亭品 毅力 长大人 第四个阶段 各位 这个独 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呢 又是独立 一个意思呢 就是任你夸张 所以解释这么讲 第四个阶段 当你已经长大了 他也任由你发展 任由你发展 第五个阶段 养之 各位 这个养呢 就叫做吃养 简单就是怎么样的 你需要什么 他就提供你什么 最后一个阶段 富之 就是呢 他时时刻刻 是这样的在照顾你 各位 他时时刻刻 是这样的在照顾你 各位 你今天要学习的 就是后面那三个 所以你今天有点父母 你要学习 就后面那三个 第一个增长 增长 花蜜到长大 还没有 各位 这张的他是自然参长 但是你要从第四个开始学习 花展 更不要花展 请你尊重你的孩子 你要让他自己去花展 不要用你的概念 用你的人生观 用你个人的一夜未了的概念 来驱使你孩子怎么样 不要 各位 常常出状元 什么叫状元 快乐的状元 不是友情的状元 不是知名度很高的状元 快乐的状元 所以请你孝顺 孝顺 孝顺 快乐的孩子 各位 你要知道 快乐的孩子 这个孩子必然孝顺 你很难连 你看 你很难连起来 各位 快乐必然孝顺 孝顺的孩子 我记得什么 快乐 一十多 怎么会这样 各位 我跟你讲 一个人 一个人 做得不孝 他会快乐吗 简单 这么一点 每个人做了两个字 你的面在做亏心事 你的面在跟人家 对不对 做得你会快乐 你不要做我 你做得不会快乐 所以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 一定是心安力的人 他才会快乐 你不快乐 所以如果看到不快乐 你就开始想说 你有鬼 你知道吗 你有鬼 你不快乐就是你有鬼 你一定有灰心事怪 你有不快乐 对 第一个字 各位 你要知道你的孩子需要什么 所以这些是很多父母就很困难得到 各位你要知道这一点 你一定就是要了解孩子的心 以百姓心为心 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孩子真正的需要呢 所以很多父母听到孩子是没办法报照的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还在想干嘛 就是你真正去保护你的孩子是沉默啊 各位 你不是有天道啊 对不对 在他的身边 不是 你真正能够保护他的 就是教他正确的人生观 教他有智慧 你才 这个状态才能够保护他 做完什么状态才能保护他 你有正确的人生观 你的孩子到哪里都危险 各位透过这样 所以先帝对我们是什么呢 生而不有 鬼而不是 长而不宅 各位这样的 这句话 在高德军前面是什么 讲过两三遍 就是大道对 争议我们 却不占有我们 他有这样的功劳 他就不居功 对 但是他创造了一切的万物 那各位 那后面这几个概念 就是要让你父母学习的概念 不要占有你的孩子 不要把你孩子当成财产 对不对 不要比如说你对你的孩子 哪付出多少 这样里面抱怨 不要去阻挡你的孩子 所以四位玄德 各位玄德是什么人 哎 南国运有看 以上辈子可能是当会 所以意思说大道的得分 是多么的奇妙伟大 所以各位 你不要学一学 其实你好好的把它看一看 这样你才会被神 让你当圣座者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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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